今天我们来讲讲 眉上刘海 最近俺又重新剪回了眉上刘海 跟我以前的容易刀切的造型不一样 我觉得它搭配长发就是会更加的活泼 像一些帽子啊发带什么的 更容易做造型 而且整个风格也非常的多变 自从剪了这个发型之后呢 有很多小可爱会在评论里面问 这些问题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安排上 什么样的人适合剪眉上刘海 眉上刘海要怎么样打理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跟Tony去沟通 感真的非常推荐 小圆脸小转脸 还有鹅蛋脸的姐妹们 可以试一下这个眉上刘海 因为它相对来讲是那种比较鬼马呀 活泼减零的那种风格 所以呢它对这类脸型的人 它是有一种形象跟气质上的一种加成的 可能脸相对来讲比较方啊比较长啊 就不是特别适合了 因为它可能会让长脸显得更长 会更加突出方脸的这一块的骨骼感 发气线比较高 额头留白比较多的 也非常适合剪眉上刘海 就它会有一个修饰额头留白处的一个作用 以前我自己是有剪过那种平刘海跟那种空气刘海的嘛 刘海稍微长一点的话 它很容易分叉 但眉上刘海的话呢 它因为头发是比较短的 它比较好老老实实地待在这个额头 那头发如果变长 它很容易往两边去分 剪过平刘海跟空气刘海 大家应该都懂这个意思哈 下一点就是比较适合骨关比较柔和的 面部留白会比较多一点的姐妹 但如果是你的面部玩特别的立体啊 特别的深邃的那一类啊 我觉得这个眉上刘海只会影响你美貌的发挥 然后面部线条呢 可能也要相对来讲 比较流畅柔和一些 偏菱形脸的 它可能会让缺点更加的放大 就起不到一些修饰的作用 当然也比较适合头发相对来讲软一些的 如果是那种特别硬的发质啊 剪这么短的头发 它可能直接会直直地戳出来 就很难跟它有这样的一个弧度 感觉跟Pony沟通这一点是一个大学问 然后首先你要找到网上的力图 跟它讲大概是要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啊 哇我这画的还挺可爱的耶 到那个眉上差不多一厘米的这个距离 让它不要一次性剪太多啊 先差不多剪到我这个长度 然后再慢慢的修 为了避免它剪得太平 还是要拿那个剪刀这样竖着去剪出一些层次感 千万不要剪太宽 到太阳穴这边就可以填一下了 如果真的剪到了这里 那你真的要成阿旺吧 形状的话呢 就是最好是平的 我的Pony帮我剪的时候呢 不知道为什么他心血来潮 给我剪了一个这样子的 功能的形状 你们知道吗 非常像那种年代剧里面的 苦情女主的那种那种感觉 这样会非常的有时代感 时代感 一定要把旁边剪平 然后整体正面来看 它是一个平的状态 但是呢 又有一些那种起伏的锯齿状 这个状态是比较好的 其实真的办法非常简单 我从Tony那边偷学了一招 就他教我怎么样用纸板夹 去夹我这个眉上刘海 首先就这个温度不能太高 160或者是180就行了 把头发最好是分两层 往这样抄像环珠磨磨磨 一搓一搓地夹 然后按照它的生长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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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方向去夹 只有在发根的时候用力 这样 然后这里就差不多放了 然后我剩这样 拿一小撮 这么一小撮 然后往下 然后就放了 先不要这样 一整片拿下夹 你会不会发现 一整片夹的头发 都是巨丑不变 但如果你的发是相对来讲 比较硬的话 最好是 拖一下发质的软化 然后再去尝试 眉上刘海 当然我还是想说 每个人呢 设个是般的风格 都是慢慢的不停的 试出来的 我觉得在试的过程中呢 就是不要褪去 要敢于尝试新的风格 说不定你会发现惊喜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